就是说我们想探究在未来 在算力足够强大的情况下 大数据提供给我们这些 择偶的选择 这种择偶的服务 我们要去接受它吗 我们要依赖它吗 我们如何理解情感这个东西 其实我一直在想 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爱情 然后其实说是爱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在聊人 在聊人 这个东西为什么说 这是个永恒的话题 我们每个人到聊的 今天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 把我们自己了解得很透彻 所以我是对于大数据 来捕捉爱情这件事情 是在这质疑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由来已久的话题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情感史 或者文学学史 你看在普加丘的《时日谈》 它实际上它有一个背景 就是欧洲的黑死病 在这样一个瘟疫的背景里面 几男几女 他们跑到一个山庄 他们谈论什么呢 这十天主要谈论爱情 谈论感情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蓝色空间号 也要谈论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人类伴随着有人以来 一直到未来都要面临的 一个情感的问题 情感的问题 可能是起今为止最神秘 最复杂 也是最离不开的一个事情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片子 关于大数据 关于爱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 王山好 数据显示你的情绪低落 需要为你播放猛种视频吗 不用了小赵 我就是觉得 咱们这款真爱寻找期的APP 程序还是有点问题 你把基础参数再调出来我看一下 好的 大学学分 上班迟到旅 小赵我想我找到我们的问题所在了 我们一直是基于人们过去的行为 来进行统计分析 但是这样太 太理性了 这个算法 忽略了缘分 如果两个人名字有联系的话 会不会在潜意识 增加两个人的好感度 这个参数之前有过 但被砍掉了 再加回来 再做一次测试 再拿我做一次测试 好的 怎么会这样 没加这个参数之前 我们还有47分呢 是未来 我们一直都拿人们过去的行为进行推算 我们的系统就是在对未来做预怕 侦测行为本身它就影响了实验结果 我必须提醒你 你的这个假设可能会陷入计算的无限循环 导致系统崩溃 我并不认为我这个想法会 怎么没叫车呀 车是我为您预约的 赵小敏将于今天晚上乘坐521次航班飞往成都 它有89.53796的概率将定期成都 但是我们的数据至少不是百分之零 看完这个短片 我觉得说一个话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 就是大数据影响我们的爱情 或介入我们感情生活它已经是一个现实了 是的 现在有2亿多用户他们在交友网 网件上进行情感选择 那另外一个呢就科幻的部分是 算力足够大以后 我们要选择它吗 我们依赖它吗 或者说你信任这个大数据吗 我要请问一下宋院长 就是大数据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大数据呢 它一个方面说是数据量大 另外一个方面说是它其实积累的数据的种类多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假如说我们现在把智能驾驶的车 当作一个物体来分析的话 这个物体其实它是很适合大数据去处理的 对吧 因为它的各个车的零部件 它的运转 它都可以通过一些传感器 把它的情况记录下来 所以这就是说我其实只要能把这个物体 它的很多的运行的这种数据 给它转到新系统里边来 那大数据后面就可以发挥作用 但是一些隐藏的 比如说我心里怎么想的 对吧 我对这个事件嘴里说的是一种情况 但是我可能有另外的一些想法我没说 这些你就很难说 我这大数据擅长去处理 因为这些东西不好刻画 大数据能够帮助一部分 但是他也有肯定他拿不到的东西 子文我想问一点 你有过这样的参数的预备吗 说我准备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其实从小到大 我们都有内心有这个参数 那么在我在小的时候 我发现我这个参数 可能是从一个言轻小说上获取的 就是你会想象说 哎呀心目中很欺你的男孩 是个小说男主的样子 然后你在大点你开始追追星了 你喜欢的是一个男明星的样子 小时候概念非常模糊 但是你的想要的那个理想的人 他会从其他你吸取到的信息中 萃取出来 再大点可能就会有人说得出来了 再大点你就开始说 我希望他什么样的工作 我希望甚至我还有个好朋友 他就说连他户籍是哪里 他都已经想好 我跟你说这个户籍确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参数 真的就我一个好朋友 他就说我一定要我男朋友 身高多高什么血型 甚至户籍一定要是山东人 所以他就遇到 他当现在老公的时候 跟他所有的要求都对上了 然后他们俩真的就结婚了 所以我在想 你怎么那么理性地 去分析这件事情 他就会这样去做 对所以这个故事就证明 参数是存在的 这个让我想起 1900年左右 那个遥远的岁月 就我们北大的老校长 蔡元培 他就提出了一个他的参数 有一天他就贴出了一个 他的征婚启事 他希望能够找什么样的新的夫人 他希望不缠组 第二要试字 还有一个对双方的要求就是 各自如果过去之后都可以续闲 那宋院长如果蔡先生生活在我们现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 他的这些数据你怎么把它变成这个参数 这个其实就很简单了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很理性的情况下 设定的一些参数 他的目标是形成稳定 可以去长期互补的婚姻 而不一定是爱情 对 这些就比较好办 这些都是外在的指标 对于这种情况 大数据就可以非常有帮助地帮他去选择出合适的候选人 至少可以缩短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去给他推荐 我觉得 确实就婚姻跟爱情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了 那么如果说谈在爱情这个环节上 我觉得我是不太相信大数据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 就有点像星座 我觉得有点像大数据产生的东西 因为把这么多人类就归纳了12种人 我觉得我不会这么普通或者这么简单到 大数据能把我分析的透透了 不会的 不会分析透透的 但是呢 你可以给大数据一个机会 我会对他产生好奇 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的 但我内心可能会非常抵触 因为有可能我们真正有感觉 那个人是完全大 大数据没有判断到的 刚才其实泽文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人 人实际上是很难去量化的 大数据现在比较擅长呢 是对很多可量化的东西 可以去拿数字去衡量评估记录它的东西 做相应的处理和智能的计算 我比你会更乐观一些 就是即使对于像爱情这种比较感性的东西 当我们的这个技术发展到 可以检测更多人类的一些 比如说情绪的变化呀 可能是因为生理上的一些情况导致的 生理上的有些指标发生变化 实际上是可以跟他不喜欢某个人 能够产生一个统计关系的时候 这就可以为我们大数据输入一些新的指标 等等 你们刚刚说的这些 让我想到三体里的逻辑 按照自己对于梦中情人的标准 找来了庄严 但是很多读者都会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庄严爱逻辑吗 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 你们认为爱情是什么呢 我是觉得那爱情是一种 它可以让我失控 它可以让我心跳 它可以让我激动的那种感觉 就那个荷尔蒙 我觉得你说这个很生动啊 就是你期待一个失控的力量 我非常期待 因为生活太一致了 你肯定是希望帮我们演戏 所以演员我觉得好处就是 也是可以在 体会一些不同的人物的生活里 所以那种失控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所以就是爱情的 像你说的魔力 它的珍贵就是它可以在 可能是某一瞬间 让你脱离现实的一切 不去思考 你现实中可能会想到那些事情 不用想 所以我觉得就是 爱情诸多的这个元素里面 如果我们理性地看的话 它有一个很美好的元素 就是它有一种失控力 就是它跨越这些世俗的这种限制 一种两个人交往 这种寝慕的这样一种 巨大的能力 你们经历过的为了爱情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我之前上的那个 碰然在心动那个节目 然后认识我现在的男朋友 我觉得那应该算是我做的比较疯狂的那件事情 其实按我的性格 我应该不会去上那种那个节目 但是当时我经纪人就是再三 做我工作 你会觉得 OK 那就当一次尝试 去试一下或怎样 但是这个节目当时确实有点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然后他也是一个意外出现的人 按照我就不会去喜欢那个主动来报名参加这个节目的男性 因为我觉得 谁没事来参加他呀 你知道 真的主动报名 我要来 我喜欢这个女孩 我要去追求她 就是这样的人 不太吸引我 当时我确实也失败了吧 就是节目给我安排的这些大数据匹配的 你知道 失败了 然后他们觉得呀 怎么办呢 就是你嘉宾也不能没有 没有那个男嘉宾啊 这节目录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就有一个人从他们的那个电梯走上来 然后就哎 他好像形象挺好啊 怎么样就去问他 哎 你能帮忙啊 来一下参加我们这节目 就把他抓过来了 就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我就觉得这种故事在我心里 我觉得还是浪漫的 因为它 它是没有被安排的 它是没有被大家猜测到的 那就完全是纯属一种意外 就是在一个本来会大数据安排的一个场景里面 结果有了 邂逅 有了邂逅 对 你最预判不到的事情就突然就发生了 这个我给大家讲个例子哈 就是在这个上中学的时候 如果哪个女孩子愿意跟你去看录像 去录像厅 那就说明她喜欢你了 录像厅是什么地方 呃你不知道什么是录像厅啊 录像电视机是吧 一个电视机 一个录像机 放的都是香港武打片 里面看的人 都是那青春期日热血小伙子 如果哪个女孩子愿意跟着你去那个录像厅 那就说明她喜欢你 喜欢你 为什么呢 她录像跟看电影去 呃 电影院是有秩序的 是 是安全的 是祥和的 呃 录像厅是混乱的 那那那是很多人一起看这个一个电视机 很多人一个就结一两百个 呃因为它里面确实有危险 特别是你如果一个一个小孩子 你带一个女孩子看很可能就打架啊 一两百个往后坐着看得见 那就是录像厅 她没有见过 那就你没有见过是吧 哪一次我一定要再照个录像厅给你看看 一般就20寸的电视 20寸的电视 24寸的电视 一个录像机 做个十来排人 你�로对后边那排确实看不太清楚 根本看不清 对 而且那个声音全是混响的 המ�my 那种 声音也不清楚 那 Nan 也不是为了要看电视机的 也试看 试看 确实也是试看 都兼顾有谈恋爱 诶 那感冒这打架的风险 带女孩子去录像厅 算不算是恋爱脑呢 什么是恋爱脑 恋爱脑就是会 在恋爱的时候 会丧失一些理性的分析 可能会做出一些 有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就是在那个时候 你最激动的时候 你会去这么做 就非理性 不顾一切 我理解的是 甚至对自己有些伤害 破坏性 我是恋爱脑 有过恋爱脑的时候 有过有过 我个人最吵爱情的启蒙 我觉得可以归纳为自我启蒙 因为那个时候很小 就是上课前面坐了一个女生 然后正好是彻逆光 然后她坐前面 她耳边的发丝 在那个逆光里特别灿烂 然后勾出她轮廓 我坐在后面 确实就是那种 最初的一种爱的那种 这个激动 就看到 我就欢喜 就开心 当然就是这个 这个客户也就试图跟人家交往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自己带有几分这种原始性 她不是说看了一个什么戏 看了一个什么电影 看了一个什么小说 她确实就是一种 生理性的对于那样一个 这个女孩子的皮肤 她的发湿 那样那个带来的一个 你那时候不懂 今天来说 她可能是某种性感 带给我的这样一种 春心荡漾 恋爱不就是充满想象吗 这是恋爱脑的特点 就不管对方怎么样 或者是她将对方理想化 一定会这样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会去理想化对方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吧 但我觉得也要特别珍惜 曾经那个状态 其实比如说 你现在会觉得恋爱脑 可能是对一个人的 一个幼稚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觉得 就是因为有恋爱脑 那段时期 你才会觉得这个恋爱 格外的让你激动 格外的让你印象深刻 让你觉得是你想要的 因为就是因为 它可以让你补顾一切 爱情就是要冒险 你算不出来是什么 你就得全力以赴 以身相许 就是我们农业社会的 一种规则吧 像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呢 女生比较喜欢看 琼瑶啊 还有陈凯伦 他们那些小说 名字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男生不太爱看 男生反而爱看那个 武侠 爱爱武侠 像金庸的 古龙的 还有梁雨生的 其他里面也会描绘一些 没有爱情 另外其实就是说观察 因为还有一些就比较 前卫的同学可能在出一串 说开始传 谁谁谁谈恋爱了 可能就看看手拉手啊 什么这些 就觉得是谈恋爱了 那时候手拉手就已经是谈恋爱了 就已经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对 那是非常重要的愉悦 是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跳出来看一看 可能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各自长年间的爱情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可能是大数据确实做不到的 就是爱情它有猝不及防嘛 是 这个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男孩女孩是最敏感的 因为什么呢 大部分没谈过恋爱 它是超语言的 完全是对目光 不小心两个眼神 瞟了一下 瞟的时间多了 就瞟的 它的频率确实就 对上的频率就多了 对上的频率多了 最后心就动了 这个整个一套系统 宋院长 您怎么把它大数据画 我觉得大数据画要想一个 想一个增加它成功率的 这样一个途径 因为我们经常听到 有些人说 哎呀我如果是在年轻时候 遇到你 就怎么怎么样了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说明当它可以产生那种 就是怦然心动感觉的时候 它遇不到这个人 这就是歌里唱的 只恨相见太晚了 相见很晚 可能我在合适去 去找爱情的这段时间内 我可能只能接触几百个人 在几百个人里边 去找那个演艺队 产生火花的感觉 哦这个几率可不高 对吧 但是如果说 比如说北京两千万人 百分之五的人口 是跟你失灵人口 那就是一百万人 大数据能够帮你 从里面筛选出 五百个 甚至两百个人 通过把这些人的一些 他的特征 去生成虚拟人 让你到元宇宙里去感受一下 你对两百个后五百个人 哪些会有这个心动的感觉 你在真实的这种环境 再去看 这是不是会帮助大家去解决掉那个遗憾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种算法 它是相对来说追求效率 追求成功率 有人可能会认为爱情就是试错 爱的过程很重要 就它就是一段一段的试错啊 体验也是 就是你比如说按宋教授这种做法 牛郎之女是不可能相爱的 因为大数据已经跟他你们异地恋 而且你离得太远了 算了你们别那个 不稳定 别不稳定 你们见面很难 一年才一次啊 就算了 那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就没有了 让我先回顾一下我的恋爱史 我认为可能全都不会被大数据抓取 由于是在年轻的时候 我二人觉得你 你们俩八根子打不着 那样不适合 你没见过这么不一样的人 你反而会因为这个喜欢他 那你往后如果你要谈论婚姻的话 那么你是在经营一个社会关系 那你肯定要找相近的人 你俩的碰撞会少一些 你们俩的区别会少一些 所以跟你之前要找的谈恋爱 要爱情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标准 从我个人的观察来 我觉得从文学史或者戏剧史 或者电影史上来看 就是我们所讲所谓凄美的爱情故事 大部分都是不被大数据祝福的 对 就是它的爱情反映在什么呢 就是对于他们之间的鸿沟的突破 和愉悦上 这时候我是从一个导演的角度 以后我们怎么拍电影啊 比如说梁山伯一驻英台 这种爱情没有了 比如说白蛇传 那更是人跟异类啊 这个大数据怎么可能匹配你跟条蛇相爱呢 也没有了 比如说我刚才指纹说到的配星座 也是大数据嘛 是什么星座配什么星座 媒婆介绍对象 问问你家这个有几亩地 有几头牛 这个也是大数据 所以大数据可能它相对来说确实是一个稳妥的 现实的一个情感的选择 但是他失去了想象 但是他不是想象 他不是冒险的 他可能是缺乏滑彩 他是过日子型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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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大学时候看的那个大话西游系列 一边是这个天上的这个紫霞仙子 一边是这个地上的孙悟空 实际上他们是错位的 虽然他们觉得自己 其实是大家互相都挺喜欢的 但是呢 紫霞仙子也期望 他的这个白马王子 是披着七彩祥云来找他 但当这个至尊老还没达到那个水平的时候 他也不敢 但如果说他们真的去做了一些突破 把这个障碍给他消除掉 那说不定他们在没有发生最后那个 我们叫悲剧结局之前 是可以幸福地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爱情其实确实是需要 第一是要能有那些不太确定的因素存在 我们才感觉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有困难 但是它也有这种让我去冒险 能够拿到更好的一个结果的可能性 这是让人去激动啊 然后兴奋啊 比如说我们叫多巴胺 其实也是来自于我把一些风险 或者我把一些原来拿不到的东西 我拿到了 所以那种激动 这是可能是爱情它需要的 所以我觉得确实是不是最完美的结局 可能反而是历久 明星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最经典的爱情故事 是因为这种心理的感觉 因此是但应该是我们不会为了 那么感觉 的感觉 还是我们来讲 我们来讲